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我们这儿有这个叫做八旗书院的考卷 这个呢就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任老师就曾经说过 他说呢他听说过有八旗书院 但是没有看见过他的考卷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 因此呢他建议我们呢 在他今后在编这个青史当中 尤其是用这个照片了实物说话的时候 能够包裹进去一些 因为这还是很珍贵很难得的 那么这一批考卷的可能呢 大家也愿意也希望知道怎么来的 那么这一批东西出来 我个人认为当然这只是我的这个猜测 应该是这八千麻袋里边的东西 当时说的就是全都送到还昏职场 就算了 但是呢有几位学者 其中罗振宇就知道了 知道了之后呢就开始四处奔走 想营救这一批东西 但是这一批东西最后可能还是以不同的方式 流入了比如有的古籍书店 这一类 但是呢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我感觉到那可能也正好是 韩教授在美国学习完了之后 回到北京的那段时间 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 可能那么这批东西呢 可能他就看见了 而且也认识到他的历史价值 所以呢就像一个bundle一样 在这个bundle里头呢 贵州的卷子恰好很多 但是品级高的都没有 因为品级高的在很早 也有这个学者研究过 在很早以前 在没有扔出来之前 就有人通过 通过太监进去拿卷子 尤其是好一点的卷子 品质高的卷子都已经被拿走了 因此呢被扔出来的这一批 东西里边呢 可能就尤其是这个电视卷子 以及后来的汉林院的卷子 可能就是这样出来的 那么韩教授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 得到的这一批卷子 如何选的这一批卷子 我们现在都不得而知 尽管他的口述室里头提到了 他带着这一批东西 以于1938年的8月来到了美国 但是呢他并没有说到 这批东西他是怎么拿到手的 大家如果是愿意来看一下 各类考试都长什么样 在我们这很容易找到他的食物 在别的地方估计就非常困难 由于UCLA图书馆呢 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来这都可以直接看一看 其中有一个特别珍贵的 就是八旗书院的考卷 这个八旗书院的考卷呢 给大家看一看 因此呢您看这个 这是满的文考卷 就是连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考卷 可见他的珍贵性 对因此呢他收的还 所以我就说 这是韩教授收的特别精道的地方 他不是说我一股脑的全收电视 或者全收汉林 他只要是这个重要的机构的考试卷子 他都收 您看这个 还有草稿 先说就还说 这是草稿起 草稿完了之后呢 继续 然后同证 因此像这样的考卷 你在别的地方 可能就 基本上没有机会看见 最精彩的还是这个 这是我们 当时我抱了很大的希望 想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 一看 全是白卷 这是一份正式的卷子 您看盖德有章 白卷先生 对盖德有章 写清楚了的 但是没写一个字 因此说明这个人进去了 不然这个是不可能有的 所以 35岁 对 香红旗 香红旗在那个八旗子弟当中要排位第三 是 因为它是黄旗是最主 对对对 其实我们这里边考试 考这个考生 有来自黄旗红旗都有 对对 对 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份 很有意思 带一旁 对